太后娘娘不太喜欢叶珍珍,一般人也许看不出来,但是叶珍珍就能感觉到,其实懂些旧事的人猜也能猜到,太后娘娘的娘家许氏一族曾经也是很有些势力的,后来嘛,被叶修明给收拾狠了。 那时候叶修明也并非权势为了自己的权利地位,当时许氏如一株百年巨树枝繁叶茂,族中多人官居要职同气连枝,一时在朝堂上形成很大的党派,连先皇行事都要先掂量一下他们的感受。 叶修明看不过眼,便联合先皇给这棵大树修剪了一番枝叶。那场争斗虽然没出人命,却让许氏一族元气大伤,至今还没恢复过来。 而如今的叶氏与曾经的许氏是何等的相似?历史仿佛一个巨大的车轮,它不仅在前进,也在转动,一遍遍重复曾经发生的故事。 所以这些天叶珍珍去慈宁宫请安时,太后对她的态度都淡淡的。 当然,这种冷淡隐藏在她平日里,清静寡卫的性格之中,便让人不易察觉。 不过,太后娘娘对贤妃似乎很喜欢,惜字如今的她倒每每要和贤妃多聊几句,旁人看在眼里眼热得紧。 是啊,先得了皇上的宠爱,而如今又有太后娘娘的眷顾,这贤妃才进宫几天,已经是炙手可热的人了。 假以时日……假以时日,娘娘岂不是要被她欺压到头上去? 宿风神色凛然,她忍了半天才说得如此含蓄,毕竟被抢了凤印这类话实在不太吉利。 叶珍珍正坐在镜子前让宿月帮她卸妆。 文言看了一眼宿风,她正往香炉里添梦田香,眉头拧在一起,让人看了只想给她好好掰掰。 要我说,你这性子也该改改了,多大点事儿。 叶珍珍笑道。 宿风没了脾气,娘娘,是您受了欺负,怎么反倒过来劝奴婢? 宿月说道,娘娘,宿风的话虽不重听,倒也是这个理儿,您也该上上心了。 皇上,行了行了,叶珍珍一听这俩字就烦,好好的怎么又提她? 明天就是中秋了,我想吃莲蓉馅的月饼。 宿风还想接着劝,宿月给她递了个眼色,两个人值得顺着月饼的话题聊下去。 把叶珍珍哄得高高兴兴地救了寝。 叶珍珍睡了之后,宿月和宿风在外间闲聊,声音压得低低的。 明日便是中秋了,案例,每月初一十五,皇上都会来昆宁宫,咱们可得要好好准备,千万不能由着娘娘的性子来了。 正是呢,我听说每到这个时节,各宫的娘娘都会亲手做了月饼给皇上,以表心意。 咱们皇后娘娘,哎哟,可别提做吃的,皇后娘娘的手艺你又不是不清楚。 表少爷都说过,吃了她做的东西就只想去死。 咱们要是把她做的月饼端给皇上,弄不好就是无逆的大罪。 可是,叶珍珍此时正躺在床上,眼睛大睁。 因白日睡得多了些,所以她现在就有些失眠。 她耳力极好,外间的话听得一清二楚,心下也顿时亮堂起来。 于是,次日午膳时分,纪无旧便收到了昆宁宫送来的月饼两碟。 过来的小太监特意和冯友德言明,这是皇后娘娘亲手做的,请皇上一定要亲口尝一尝皇后娘娘的一片心意。 冯友德暂时摸不准皇后娘娘的露鼠,便一字不差地如实禀报了纪无旧。 纪无旧有些意外,这个叶珍珍。 她终于觉悟了吗? 在看那月饼,不过蛋黄大小,小巧可爱,上面印了花好月圆,国泰民安等几项画,看起来很讨喜。 她对叶珍珍的讨厌也就简单了那么几分,拿起一块尝了一大口,然后她整个人都不好了。 小月病的杀伤力是巨大的,当天晚上加宴时,纪无旧阴郁的心情都没缓过来。 说来,这也不能怪她,她生下来便是皇室嫡长子,自小锦衣玉食。 八岁被立为太子之后排长就更大了,入口的东西自然也更加谨慎细心,那胃口简直是用金玉堆出来的。 可以这么说,她觉得味道一般般的东西,放在普通人那里,都算是人间难得几回尝的真修美传了。 那么,若是连普通人都觉得难吃到令人绝望的东西呢? 所以,纪无旧的嘴巴遭受了她有记忆以来最惨烈的打击,她一时情绪的低沉,也是可以理解的。 因此,当晚的家宴,几个后宫嫔妃们打起精神来聊了会儿天,看到皇上没有什么兴致,也很快就散去了。 当晚纪无旧去昆宁宫溜达了一圈便出来了,并未留宿,这是一个很明确的信号,皇上极其不喜欢皇后。 贤妃从家宴上回来之后,心内始终萦绕着一股淡淡的忧愁,她站在妖月宫街前,看着天上那一轮玉盘若有所思。 月光如一层薄薄的雾气缭绕不散,四下里很安静,周围有不知名的虫儿在鸣唱,给这秋叶添了几分静谜。 贤妃突然想起她离家时,爹爹给她的最高指示,一定要让皇上废后。 废后废后,谈何容易?那叶珍珍面上憨直,内里却冰雪聪明,又形势无常,让人琢磨不透。 而且,自她收到第二个禅除之后,皇上有好几日不曾翻过她的牌子了。 想到这里,贤妃不则觉地叹了口气。 娘娘,你可是想家了? 宫女秋凤问道。 这种话莫让本宫听到第二遍,一入宫门,这皇宫便是本宫的家。 纪无就在外面听到此话,甚是满意。 这民间有句话说得好,不怕不识货,就怕货比货。 贤妃单独看来,也许只是让人觉得一个漂亮的,善解人意的聪明女子。 可是和叶珍珍放在一起高下立判。 纪无就发现,有叶珍珍的衬托,她后宫的女子都显得美好起来。 她笑呵呵地走进妖月宫,贤妃一见纪无就又惊又喜,心内似有千言万语,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。 只剩一双美目含着泪光望着她。 纪无就顿时就有一种身为男人的满足感,和她一起花钱月下,品酒赏月,很像一对神仙眷侣。 气氛如此之好,贤妃被纪无就劝了几杯酒,已经醉得两颊驼红,媚眼如波。 纪无就也觉得身上热起来,将她打横抱起,笑着在她的鹰唇上香了一口,紧接着便打算进屋办正事。 然而此时,外头却突然有太监禀报,皇上,陆华公出事了。 这一晚,纪无就注定要度过她人生中最疲惫的一个中秋,她如走学赶场一般,一夜之内连着换了好几个地方。 因此,等她到陆华公时,脸色很不好看。 叶珍珍已经在陆华公了,正饶有兴致地在一旁欣赏哭得梨花带雨的丽妃,一边还装模作样地劝她。 纪无就听到她劝人的话,禁不住皱眉。 你这不还是活得好好的,哭什么哭,快别哭了。 那小畜生想来是和你上辈子结了缘,这辈子是来为你挡灾。 因果天注定强求不来的,为你一死,于她也许是善缘。 唉,庄子死了老婆都不哭,你不过是死了个猫嘛。 苏丰,去坤宁宫拿几件首饰给丽妃压压惊,记得把本宫那个新德的谭香木的大蝉处给拿来,那个是一套的,还有十二个小蝉处,一并取来。 丽妃急忙止了哭声,反过来一抽一掖地劝叶珍珍,总算是打消了她的念头。 纪无就大概听明白这是怎么回事之后,便大摇大摆地出现了。 后宫之中竟然出现如此恶性事件,这下她要好好地问一问皇后了。 后了,后了。